好,下一個講者是賴宏哲先生 那Jimmy Lai是自然語言處理跟機器學習領域的派賞愛好者 那在2009年他得了兩個很大的獎 一個是趨勢科技舉辦的騰雲家務城市設計競賽冠軍 那另外一個是雅虎舉辦的Open Hack Day 他也獲得冠軍 那最近非常火紅的題目 就是大資料計算以及雲端分析 那Jimmy現在在一個新創的引經據點知識 結構搜索公司服務 那今天要講的題目也會跟自然語言有關 那其中會介紹就是有關 Nature Language Toolkit的一個 Python的韓式庫的應用 那請我們一起熱烈掌聲歡迎Jimmy 大家好,我是Jimmy 然後現在在引經據點公司工作 然後就我的專長主要就是跟自然語言處理 或者是機器學習有關的一些經驗 然後所以在這邊今天想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NLTK這一個Library 它是一個Python自然語言處理的一個工具集 那今天的大綱會先跟大家介紹一個自然語言的應用 現實生活中的應用 然後之後再開始為大家做NLTK的簡介 這邊向大家介紹一個應用服務叫聚寶瓶 聚寶瓶其實是我們公司做出來的一個產品 然後它就是基於自然語言處理的一些技術 所做出來的一個美食搜尋引擎 就我們去各大部落格平台去蒐集使用者寫的實際 部落格平台像是愛瓶網啊 或者是無名等等 然後蒐集回來之後我們會對它們這些實際去做自然語言的語意分析 然後再把它以餐廳為單位去做整理 那整理完之後就變成了這樣子的一個搜尋引擎 那這邊是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想要搜尋新竹市的火鍋 然後它這邊就會按照它分析出來網友推薦的程度來做一個排序 然後我們隨便點進去某家餐廳就可以看到 最上面有餐廳的一些基本訊息 然後中間這邊有我們分析出來網友分享的推薦的一些菜 可以作為點餐的參考 那最下面有我們蒐集到了那些實際的SNIP 就是簡短的摘要 那這些評論呢 我們其實有去分析它是正面還是負面的評論 那同時我們還有去分析這些評論是屬於 右上角這邊這五大主題的哪一個主題 我們就是會去分析所有的網友實際裡面的所有句子 然後會去分析每一句它到底是在講 美味 環境 服務 價格或人氣等等 到底是在講哪個主題 然後每個主題可能還可以分成是正面的評論跟負面的評論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介面呈現給大家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說網路上到底是 網友怎麼樣去評論這一家餐廳的 那另外我們也有手機版的部分 那所以透過這方式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查你附近的餐廳的正面評論 負面評論 或者是你想看關於環境方面的評論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其實在做這個服務的時候 有發現到網路上的實際有一個現象就是 因為大部分的實際都是餐廳發口碑券給使用者 免費體驗之後回去寫的 所以大部分的實際都是比較傾向在講餐廳的好話 那所以它如果有一些缺點通常會比較避而不談 那如果你用我們這個服務的話 因為我們收集的資料會比較是網路上完整的資料 你會比較可以看到一些負面的評論 就有助於你選餐廳的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這個服務其實它用了好幾個自然語言處理的技術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簡介一下到底什麼是自然語言處理 自然語言處理其實範疇非常廣 它基本上指的就是我們用電腦程式的方式來處理自然語言 那自然語言的形式可能是聲音 語音的話就是語音識別 像是Apple的Siri 那如果是文字 大部分是處理文字 文字的話也有分很多應用 比如說剛剛聚寶瓶看到的評論的正負品 或者是主題 它其實就是文本分類的一個技術 然後推薦 聚寶瓶推薦菜的分析其實是信息抽取的技術 然後像Google Translator 它就是一種機器翻譯的技術等等 那其實自然語言處理是一門還蠻深奧的學問 就是它是計算機科學裡面一個還蠻熱門的研究領域 那接下來為大家介紹NLTK這一個工具 這一個工具它是純派上的一個to-all kit 那它其實還蠻大的 它的層次碼應該有10萬行 然後它一開始是美國某一個大學的幾個教授 他們為了要教一門課 這門課就是想要教學生自然語言處理 但是他們希望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寫程式來做出一些應用 或者是透過寫程式的方式來更了解自然語言處理 所以他們就先寫了一個簡單的工具 讓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基於這個工具來做作業 那這一門課當初在它開設的時候 它的對象有兩種 一種是學計算機科學的就是會寫程式的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半的同學是學語言學的 所以說它這個工具它就盡量把它包裝得很簡單易用 然後文件也寫得非常詳細 這樣子讓那些原本不會寫程式的同學 也可以很快速的入門 那後來這個工具就被 讓他們不斷完善之後就把它release出來 變成一個還蠻多人用的工具 那目前的話在全世界有超過一百堂課 是基於這個工具來教授的 然後也有兩百多篇科學論文 是有基於NLTK來進行研究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些 NLTK裡面提供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安裝NLTK的話就是 可能要事先裝NAMPy跟Metplotlib 然後之後再直接裝NLTK就可以了 那NLTK它裡面其實 除了一些演算法的程式之外 它其實也包含很多的語料庫 所謂的語料庫它就是包含某種結構化 標記的資料集合 然後NLTK提供的語料庫還蠻多的 也包含很多種語言的各式各樣的語料庫 那常見的語料庫就是比如說字典 字典的話它就是 比如說中文字典就是 裡面會有很多中文詞 還有借詞 也是那英文字典也是 然後這邊我有列一些 NLTK裡面提供的語料庫 第一個是Star Wars 它Star Wars的意思就是 就是在某個語言裡面 非常常見的那些字 以英文來說 最常見的就是那些解析詞 of啊 in等等 或者是定罐詞的 or等等 那這些詞的話 因為它還蠻常出現的 所以我們會 在處理的時候 會想要另外做處理 所以你如果有這個字典 就會很有用 然後第二個是 中研院的Tree Bank 就是它是對中文以句子為單位 去做語句結構標記的一個語料庫 然後最後介紹Voronet Voronet這個還蠻有名的 它是一個英文的字典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包含每個字的 統一字跟反義字 這邊有一個例子 就是在NLTK裡面 你inputNLTK之後 你就可以用NLTK.download這個方式 來下載語料庫 你預設安裝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幫你下載 那些語料庫的資料 因為那些資料有的可能會蠻大的 佔比較大的磁碟空間 所以你下這個方式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些選項 讓你可以選要安裝哪一個 然後之後你要用的時候 就NLTK.Corpus. 然後看你要用什麼 比如說你要用Star Wars 你就點Star Wars 然後點Wars 然後傳English給它 它就會給你英文的Star Wars 然後這個的話 右邊的話就是 我列出剛剛提到的 中演員的Treebank 那它基本上裡面會以句子為單位 然後每一個句子它會把它切成一個一個的詞 然後每個詞會有詞性 然後這邊列出就是一部分 NLTK有提供的語料庫 其實還滿多的 那其實一般在做自然語言處理的研究 就是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就是 你要有現成標記好的資料來檢驗你的 你的演算法的正確性 那所以你用這個工具的話 因為它裡面已經有很多現成的資料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來對你的演算法做檢驗 接下來第二個主題是文字分類 那在介紹文字分類之前 我們要先對文字做一些處理 所以我先講文字的就是斷詞跟斷句 那就是我們一般拿到的資料 如果是從web來的話 我們可能要先處理它裡面的html的tag 然後把它轉成從文字之後再做進一步處理 那NLTK裡面就有提供一些方式 比如說cleanhtml sentence tokenize會把它切成以句子為單位 word tokenize會把它切成以一個字一個字為單位 那這樣切完之後就可以得到一個字一個字 然後切成一個字一個字之後 你可能會想要把那些字做一些轉換 比如說以英文來說 英文的話動詞有現在是過去式 那名詞會有單負數的差別 可是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其實這些差異如果可以把它還原成同一種圓形的話 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它 就是它雖然是現在式或過去式不同的形式 但是其實它的語意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就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還原成同一個圓形 這個還原成圓形這個動作就叫stem 那有一個有名言語算法叫Portostammer 那在NLTK要做stem的話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它內建的stemmer 這邊的話我是從CONLL2000這個語料庫拿出一個句子 那我這邊分別展示 用三個不同的stemmer來對這個句子做處理 然後你會發現這三個不同的stemmer 它對這個英文做處理的方式都不一樣 比如說Portostammer它會把confidence轉成confide 然後Dankester它也是轉成confide 可是它會把大小寫全部變成小寫等等 所以不同的stemmer有不同的做法 你就可以看你的需求來做選擇 然後在你做完這些處理之後 你可能可以 你會想要去更進一步了解你的資料的一些特性 然後NLTK就有提供一些方法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說某兩個字 它們通常是 通常它們的背景有什麼共通的地方 比如說我這邊是拿中研院TreeBank的字 然後我就去看4跟在 這兩個字在TreeBank裡面 它們通常的共同出現的背景是什麼 然後這邊就會列出一些 比如說這個一直 我中間就是可以填4也可以填在 然後它是去統計那個次數 所以你會發現你給定的這兩個字 它們通常是出現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話它是可以列出就是 常常會一起出現的字 比如說全國或國家公園 然後通常常會一起出現的話 它可能就是合起來的話 會是一個更有完整語意的一個詞 對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你給定一個字 它就會幫你把它列出一些 有出現這個字的句子 然後把它對齊 讓你可以很方便的觀察說 你現在觀察這個詞 它通常是出現在什麼樣的句子裡面 然後它裡面也有提供幾率分析的一些工具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想要算一個資料集 裡面每一個字出現的次數 我們就可以用Probability裡面的FrequencyDict 這個class你把一堆字丟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的方圈來拿到每一個字的出現的頻率 然後它還可以幫你畫圖 像這邊統計的是莎士比亞的Hamlet這一部作品 出現最多次的前幾個字 然後你就會發現Hamlet這個字出現了五百多次 然後就是對文字做完切割跟還原成原型 還有基本的分析之後 我們通常會想要知道每一個字的詞性 因為在 因為就是語言學裡面 每一個字會有不同的詞性 然後同一個字 它如果是不同詞性的話 它的語意往往就不一樣 比如說Book這個字 如果是名詞的話 它是數的意思 但如果是動詞的話 它就是預定的意思 所以在自然語言處理裡面 有一個任務 叫POS Tag 它就是想要對單字去標記它的詞性 到底是什麼 那每一個字 如果我們標出了它的詞性 我們就得到了更多的語意資訊 那詞性的話就是名詞 副詞 形容詞等等這些 然後它就會把每一個字標一個詞性 那在NLTK裡面 它有提供一些線成的Tag 可以讓你去 去對它標記 比如說這邊 這邊就是直接呼叫 Tag.postag這個方式 然後它就會把每一個字標一個詞性 那就是它有提供一些方式 讓你可以自己訓練出自己的詞性 因為有時候你要標的不一定是語言學的詞性 比如說你要標的可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某種 那種詞的分類或者是特性的話 你就可以先準備好一些資料 然後用它內建的Tag 來做瓷性的標記 那這邊的話就有示範 先用unigramTag 然後我就是從這個Corpus裡面拿出一些資料 來位給這個Tag 然後它訓練完就會得到一個Tag 那之後我就拿另外一些它沒看過的資料 來對剛剛訓練出來那個Tag 做它的精確度的驗證 然後這邊有得到它的效果 就是它可以標對67%的字的瓷性 那這裡用的是unigramTag 它就是很簡單 它就是去統計每一個字 最常出現的瓷性是哪一個 然後它就會直接把那個字標成 它統計出來次數最高的那一個瓷性 那其他的Tag它的做法就不一樣 然後這邊有把不同的Tag做搭配起來 然後就可以慢慢提升它的精確度 好 那再來要跟大家介紹就是文字的分類 文字的分類就是我們會想要把文字分到 預先定義好的幾個類別裡面 那像剛剛據保評的按照主題 或者是按照正負評分類其實就是這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通常是用所謂機器學習的 演算法來做的 那機器學習的話有很多有名的演算法 包括應用最廣的可能就是這三個 Nine Face Decision Tree跟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文字分類它基本上的概念流程是這樣子的 我們會分成兩種階段 一種是訓練的階段 第二種是預測的階段 在訓練的階段我們的輸入是 標好類別的文字 那我們會有某種特徵抽取的方式 對這一段文字抽取出一些特徵 然後再經過某一種機器學習的演算法 就可以得到一個訓練好的模型 那在預測的階段 我們拿到的是還沒有標類別的文字 然後我們會用同樣的特徵抽取方式 抽出同樣的特徵 然後再把這些特徵 餵給剛剛訓練好的這個機器模型 然後機器模型就可以為它做分類 那在NLTK裡面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就是我這邊的話是從某一個語料庫裡面拿出資料 這個語料庫它是英文人的名字 它有分成男生跟女生的名字 我把資料拿出來之後把資料打散 然後就是它資料格式是這樣 就是它是一個tuple 然後前面是人的名字 後面是說它是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讓機器能夠從名字裡面 就猜出這個是男生的名字還是女生的名字 因為其實就是名字通常就是可以看得出它是男生或女生嘛 那我們這邊會定義一些特徵 所謂的特徵就是你可能要對你的資料做一些觀察 然後你會去看說就是比如說一樣都是名字 你學習的方法你如果把一整個字當作特徵 比如說這個Gifford 你看到這個字你把它背起來 這個字就是男生 那你這種學習法就是實際的 你下次你如果看到一樣的字你就會知道它是男生 可是如果你沒看過這個字你可能就不知道它是男生 所以我們抽取特徵的時候應該是抽取一些比較有共通性 它會出現在好幾個不同的資料 然後它可能會有一些可以有辨識程度的特徵 比如說我這邊就定義了六種特徵 分別是每一個名字的第一個字元 還有前兩個字元 前三個字元 以及最後一個字元 最後兩個字元跟最後三個字元 然後它特徵儲存的方式是存到一個字典裡面 然後我這邊的話就是準備一些資料 然後把一部分當成訓練資料 把一部分當成測試資料 然後把這個訓練資料丟進去 這個Ninebase的分類器 它就會訓練出一個模型 然後再用這個模型來測試 它沒看過的那些測試資料 然後這個是0.83%的準確度 所以文字分類的話原理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要跟大家介紹這個NER NER就是它的目標就是要從文字裡面抽取出一個有意義的單位 這個單位 命名實體 它通常是複合的字 比如說像具保品裡面 我們會有辦法抽取出網友推薦的菜 那其實那些菜可能不見得 可能有些餐廳它的菜會很有創意 是它自己發明的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就是沒有辦法直接用字典來做 必須要透過NER的技術 用機器學習的方式來做 那NER的一般來說它的處理流程大概就是 句子會先做切割 切割成字之後會用PoStag幫它做磁性標記 讓它有更豐富的語意資料之後 再做NER的就是命名實體的識別 然後最後你可能還會想要對找出來的這些命名實體 去找它們的關係 那就是所以說在機器學習的部分也是有一些模型 然後你可以準備一些資料 然後就對它做訓練 然後我這邊只簡單介紹就是 你怎麼樣去用一個現成的模型來對文字做預測 比如這邊的話 NLTK它有提供一個interface 可以讓你直接用 有一個史丹佛大學開發的一個 NER的套件的訓練出來的模型 那個套件是用Java寫的 然後NLTK它就是有提供一個interface 讓你可以直接用那個套件的機器學習演算法 來訓練或是做預測 那我這邊是做預測的動作 那用這個方法就可以把訓練好的模型 load到記憶體裡面 然後我就對這個句子做預測 然後這邊是結果 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判斷出前兩個字是一個人名 然後Stony Brook University是一個組織 對這個就是NER 那我今天介紹的是比較general就是 跟大家介紹一下一些比較自然語言處理裡面比較基本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真的對自然語言有興趣的話 大家建議你們可以去看這一本書 National Language Processing with Python 這本書其實就是NLTK的作者寫的一個open source的書 它就是假設你沒有學過Python 也沒有學過自然語言處理 然後它就從頭開始教你寫Python NLP跟NLTK 我覺得寫得很棒 然後第二本Python Text Processing 這一本也寫得不錯 不過它可能就是假設你已經有一些基礎 對那今天的報告就是大概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公司其實就是基於這樣子語意分析的技術 在提供企業客戶語意分析的服務 然後我們就是做出聚寶屏這一個技術展示的服務之後 就是有獲得創投軟體銀行的投資 那我們原本是工業院的團隊 後來就是變成一個新的公司 那如果大家對資產語言處理 或者是對創業也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們聯繫 那接下來是Q&A時間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我就先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想要處理英文網頁的時候 可能比較單純 就是它包含的語系可能只有一種 那如果是像中文網頁 很可能就會有中英文夾雜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就是你在影哭的語系的部分 可以同時影哭兩個以上的語言庫嗎 您的問題是 就是這一個套件 可以讓你同時引進好幾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嗎 在它的語道庫裡面 其實有包含很多國家的語言 對 所以如果裡面有 你覺得可以現成拿來用的資料 就可以直接用 那如果沒有 你可能就要自己準備 對 所以即使是中英文網頁 它也有辦法把中文英文都抓出來 你是說網頁你只想要中文的部分 不是 它是混用的 就是它的內容是混用的 對 那你語意分析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把它分開來 這就是看你是怎麼去做語意分析的 那 我們 以我們來說 我們 就是我們處理的幾乎都是純中文的 所以 我們就沒有去 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對 對 就非常好的一個reference的演講 除了 讓我們知道怎麼樣使用這個套件 還提供我們工作機會這樣 好 那 接下來我們開放幾個問題 那 請大家踴躍發言 好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那個 NLTK 可不可以用在那個Python 3.0以上的這個版本 Python 3.0以上的資源 這個我不確定 不過 我印象中 我猜可能只有2.6、2.7的資源 我是去年開始接觸到這個東西 那 那時候好像看到是說 他去年年初的時候接觸到這個東西 他那時候說 年終的時候好像3.多少的版本會出來 但是後來等到年終好像還沒有出來 然後就一直擱著擱到現在 他好像 最近這一個月又有新版 我不確定是不是有包含3.0的資源 也許你可以去check一下 OK 好 謝謝 我現在請問一下最後一張投影 就是最後內容一張投影 就是講到NER的部分 那這個 你舉的例子是 是英文的例子 那其實我們比較困擾的是中文的 就是說 有沒有中文的resource可以去做NER 就是已經既有的model 既有的model 可能 要自己做訓練 那 比如說 比如說 如果你不想自己準備資料的話 你可以用中研院的那個資料 那他的資料其實是 有詞的 有 他已經做好斷詞跟詞性嘛 那 其實 連續兩個都是名詞的 把它合起來應該 通常也會是一個有完整語意的詞 那你可以透過一些 定義一些入合的方式來產生你想要的資料 然後再用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Stanford的那個模型來訓練 訓練出你的模型 對 只要你有準備好資料 其實 有蠻多演算法可以給你訓練的 其實 有蠻多演算法可以給你訓練的 但是 他 他 整個 都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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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文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字 兩個字 然後這個主要是針對字的部分 然後通常我們還會有一些額外的知識 比如說以字典的形式把它加進來 比如說我們可以事先準備好 我們人觀察到的一些知識 比如說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可以準備好一個這樣子的字典 然後用字串比對的方式來加入一個特徵 對 常見的做法大概是這樣子 OK 我想我們的這一個演講要在這邊結束 那接下來是一個 break 的時間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發問 可以私下再問基米 那最後再讓我們熱烈掌聲 就是開啟了 感謝他這次帶來的演講 謝謝大家 那大會這邊要特別廣告一個BOF的活動這樣子 那相信大家在收到先前通知之後 已經有看到關於BOF一點介紹 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留下來跟我們吃吃喝拉力 就是聊天這樣子 大家好不容易有機會從全台灣匯集到 還有這麼一小撮的拍張user 所以就希望大家有機會來聊一下認識 不要說 欸 又要等一年 明年六月再見這樣子 有點可惜 對 那我們外面會有一 我們二樓的走道上有一面塗鴉牆 大家可以在上面簽名 然後雖然我們已經有發過問卷調查 就是網路上勾選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去亂簽上你們喜歡的簽名樣式之類的 就是 欸 讓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目前參與的人數 因為有可能會有現場報名 或是你們也可以在還沒有空白的議題上 填上你們想要討論的議題這樣 就是議題是不限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填上一題 也可以去填上你的名字 就是看大家的那個興趣這樣子 謝謝